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锋来到人类疆域诸多宇宙秘境中其中一个原石秘境中 原石秘境中 混沌城主身上披着那件千宝衣 直接腾空飞起 瞬间化为武警滔滔河流 环绕周围星空 将那连绵起伏的宫殿群给重重包围 河流 罗锋看着那横挂星空 一眼看不到尽头的河流 千宝河可千变万化 这条苍茫河流 才是他真正模样 混沌城主摇指着无尽千宝河 罗锋 为是能够轻易震慑压制那天狼之主 便是靠着千宝河 像这等之宝 也是我人类族群的支柱 你机缘不错 说不定将来也能活得媲美千宝河至宝 弟子定当努力 罗锋连应道 混沌城主见罗锋这副模样 不由笑着打去道 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 千宝河乃是顶级至宝之一 就是宇宙中站在巅峰的诸多宇宙之主们 大多都得不到这等至宝 他也只是随意这么一说 让罗锋多一个目标罢了 心底根本就没有想过 罗锋能那般轻易得到一件顶级至宝 老师 你恐怕还不知道 我现在便有两件至宝在名下呢 那结甲怕是不弱于这千宝河 星辰塔更是宇宙至强至宝之一 罗锋脑海中闪过念头 混沌城主忽然开始迅速缩小 片刻便从那媲美一颗行星的巍峨巨人 变成和罗锋身高相等 罗锋 我有一件事需要问你 让你自己做选择 混沌城主道 老师请说 罗锋连道 这师托二人便在千宝和河畔 站在宫殿群边缘 交谈起来 真野王和你也是师徒 他的事我也得告诉你 混沌城主双眸平静 缓缓道 实际上 真野王也是修炼兽神之道 什么 罗锋一正 修炼兽神之道的强者 其实有好些 只是一直都保密 混沌城主说道 像你们这一代最优秀的 你七剑王 也是修炼兽神之道 只是兽神 牵扯着祖神教 祖神教的存在 属于宇宙中的一大秘密 所以一般我人类族群中 关于修炼兽神之道 都是保密的 像你修炼兽神之道 也从未公开过 罗锋点头 自己修炼兽神之道 的确是一秘密 知道者极少 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 是因为你老是真野王 他修炼的是土空间的 兽神融合之道 混沌城主说道 罗锋一惊 啊 土空间 自己得到兽神传承令 不正是土空间的 兽神之道吗 想必你也猜错的意思 混沌城主看着 茫茫千宝盒 那七剑王得到族群中 发放了一件 兽神传承令 以你的天赋 等你成为不朽神灵 族群中也会很容易 就通过这一决定 也给你一件兽神传承令 可是你老是真野王 却不行 他天赋其实不如你们 他修炼岁月太漫长 又有宿内强者之谛 才一步步最终达到 富王无敌 他想要从族群内 直接得到一份 兽神传承令 根本不可能 他的老师也帮他提出申请 可族群内一支审核不通过 他想要得到兽神传承令 只能自己去得到 可宇宙好广 兽神传承令 何等稀少 完全是凭运气 运气好 一名戒主都可能偶然得到 运气不好 宇宙尊者跑遍宇宙都找不到一件 温顿成竹看着罗锋 而族群资源 乃是整个人类共有 虽说有无数宝物在其中 可必须给罪有天赋的 且必须经过族群 所有高层商议 现在倒是有一办法 帮你老师 你也猜到了 那就是 将你这兽神传承令 直接转赠给你老师 混沌成竹看着罗锋 道 这样你老师去传承之地 也将是一次大机遇 他很有可能趁此突破为宇宙尊者 当然或许也会失败 毕竟他的天赋是远不如你 七剑王的 你们修炼时间都短 却已然接近他了 给 我给老师 罗锋没有丝毫犹豫 真眼王带自己如此 自己怎能不报恩呢 不就是等成为不朽 才得到族群给予的 寿神传承令吗 自己也就再等一段时间罢了 反正一旦第三分身 确认孕育了 那么 自己便会跨入不朽阶段 老师已经煎熬了无尽岁月 自己稍微忍一段时间 就能给老师莫大纪远 又算得了什么呀 你决定了 不后悔吗 混沌城主看着罗锋 不后悔 罗锋点头 没有丝毫犹豫 混沌城主微微点头 嗯 你那一枚寿神传承令 便赠送给你老师 不过 你也不一定非得等到不朽阶段 再去传承之地 我会为你向族群提出申请 虽说正常是要你达到不朽阶段 才会得到赐予 可是我相信了天狼之主 肯定会公开刀河王训气的 天狼之主 罗锋一愣 嗯 岛河王实际上乃是戒主 这一讯息他肯定会公开 而且还会推波助澜 一旦传播开 哼哼 一名戒主就强成这样 这还了得呀 其他诸多巅峰族群 个个会盯上你 想要刺杀你 混沌城主感叹道 我人类族群中自然也会尽职 你刀河王身份 我一直帮你隐瞒着 连族群最高层很多都不知道 不过很快 他们便会知晓了 我就借此 为你申请一份授神传承令 你的实力既然已经辟免了七剑王 那么传承之地最基本门槛 至少你能通过 混沌城主微笑道 那传承之地 虽然有危险 可那是传承一系列过程中的 一些淘汰危险灯 却绝对不会遭到一族刺杀 那里毕竟是祖神较重地 没谁敢去那里进行刺杀你的 所以 受神传承令 很可能会批准发放 可谓没有百分百把握 这是整个族群资源 我最多引领 虚女众公司这一排戏 到时候高层内部商议 也可能申请被否决 毕竟正常管理都是不朽阶段才去的 混沌城主道 我只能说 有超过百分之五十可能 谢老师了 罗锋感激道 亲兄弟还会有争执 人类族群五大势力自然会有相反斗 族群资源又不是混沌城主本身的 可以想象会有一定难度 你越是耀眼 那么老师便越是有底气为你争取资源 混沌城主微笑 看着面前罗锋 混沌城主心中很是满意 虽然从平常接触 罗锋的成长轨迹判断出罗锋性格 可当罗锋毫不犹豫将寿神传承令 愿意赠送给真眼王 还是令混沌城主很开心的 显然 罗锋知恩 尊师 人类刀和王乃是一名戒主 这消息就仿佛凭地一声惊雷 令无数强者震惊 这消息疯狂可怕速度迅速传播开来 几乎是在一天之内 人类族群许多强者都知道了 整个鸿蒙城中 几乎处处都能听到 那些凤王不朽门议论刀和王讯息 刀和王竟然是戒主 他能够轻易击杀凤王极限强者 竟然会是戒主 戒主能有这么强 不可能啊 消息绝对属实 妖族机械族族群内 可都是发布公开悬赏的 就是要击杀着刀和王 刀和王他是 他如果是戒主 怎么可能让那么多强者 都辨别不出来啊 戒主气息和不朽气息 完全是两样啊 早就传说 刀和王得到一件质宝 质宝都是能隐匿气息的 并且释放一定的威亚 质宝 刀和王会拥有质宝 宇宙尊者们都疯狂争夺的 是质宝的 疯了 消息几乎传疯料了 刀和王乃是戒主 刀和王拥有质宝 这都是足以让无数强者 疯狂掩红的事 单单阵风星辰出事 便惹出这么大动静 就能看出来 一件质宝诱惑力 到底是何等惊人 何等可怕啊 刀和王如果是戒主 那么到底是哪一位戒主啊 还这般逆天可怕 比历史上的柯蒂等 还要不可思议啊 很可能是罗锋啊 那罗锋乃是人类族群 这一代最逆天戒主 已然闯过戒主 极原始通天山 媲美柯蒂等天才 依我看呢 不是罗锋 而是人类族群 一直隐匿的一位超级天才 这位天才 比柯蒂 比罗锋还要强大 所以他们才会隐匿他身份 给他弄出刀和王身份 而且专门给一件质宝 让他隐匿气息伪装 有这么多天才 罗锋已然是千万纪元一出的 爵士天才了呀 说不定这刀和王的真身 便是人类族群诞生以来 史上最逆天天才之一 比柯蒂 罗锋他们还要强 我还是认为 刀和王应该和罗锋是同一个人 如此天才 怎么会一直默默问呢 茫茫宇宙 亿万族群 至少在最近十天半月 绝大多数的族群 都得知刀和王的讯息 令刀和王绝对地名传整个宇宙 让无数强者得知 亿万族群境界知晓 刀和王乃是人类培养出的 逆天天才 至于刀和王真身到底是谁 是否是罗锋 却只是怀疑 但是很多强者 都怀疑上了罗锋 因为人类族群 可以查出的借助中 唯有罗锋有这个能耐 爸 你是那个刀和王吗 我们前往宇宙国 一些超级家族 在谈生意的时候 都议论到这刀和王呢 我都听到 有猜测刀和王就是老爸你的 虚拟宇宙 黑龙山岛屿九星湾小区 罗锋陪着家人吃饭 便被儿子罗海罗平 如此询问 我在宇宙山也听到诸多议论 徐欣看着罗锋 别多问 罗锋轻声喝道 罗平罗海断失笑呢 因为如果不是 他们父亲早就否决了 哎呀老爸 你也太牛了呀 罗海瞪大眼睛 罗锋无奈 看了两个儿子一眼 记住 禁止外传 明白 我们知道事情严重性 罗平罗海连应道 同时愈加兴奋 不管怎么样 刀和王虽然说 还不是宇宙中最顶级超级存在 可至少 已然拥有了赫赫威名 而且会在整个宇宙族群历史上留名 很多强者修炼厮杀 所求的 不就是能够真正的名震亿万族群吗 罗锋却是借着妖族推不住栏 达到这一目的 这只是我崛起的开始 既然将我推到风口浪尖 只会将我磨砺得更为强大 妖族 你们终会失算的 罗锋默默道 古老的混沌城 一如亿万年来那般平静 三名子医使者 行走街道上 很快来到真眼王府邸前 是成竹府子医使者 子医使者来了 真眼王府邸的那些 记名弟子健壮 都是暗暗吃惊 成竹府最常见的便是黑袍使者 想子医使者 则很少见 竟然来真眼王府邸 看来不是小事 快 赶紧通病老师 片刻之后 真眼王便亲自出来迎接 来到迎客厅的厅门外等待 他也满心疑惑 成竹府的子医使者 竟然一次性来了三个 即使有事 一般派个黑袍使者 传令即可 来三个子医使者 这到底是什么事 真眼王 恭喜啊 为首的高个子医使者 笑道 恭喜恭喜 另外两名子医使者 也笑道 这一来便恭喜 不知道喜从何来 来来来来 诸位请坐 真眼王引领三位子医使者 进入厅内 同时也有寄名弟子 立刻端来了 梅酒果汁等送上 随即便乖乖离去 他们也知道 一些大事 他们是不能乱缠和的 厅内只剩下三名子医使者 和真眼王 大喜事 高个子医使者 满脸笑意 同时一翻手 手中便出现金属盒子 神秘成这样啊 真眼王笑着接过来 啪哒 便掀开金属和盒盖 盒子内正摆放着一枚 六棱石牌 石牌上雕刻着 一仰天咆哮兽神雕像 真眼王一看便愣住了 随即手都颤抖起来 颤抖着 去拿着六棱石牌 几乎瞬间眼睛便泛红了 手指轻轻碰触着 这瘦身雕像 似乎担心着 只是虚影似的 他声音都一些发颤了 瘦身传承令 是 是瘦身传承令 多久了 多久了 我欲求一瘦身传承令 而不可得 终于有机会了 终于 真眼王全身发颤 漫长岁月 一直困在最后一步 虽说 瘦身传承令能帮他 可想要得到 却实在太难了 整个宇宙中的 瘦身传承令 都是极少极少的 这毕竟代表 瘦身教最特殊传承 人类整个族群 恐怕每一种传承令 也就那么几种 而且族群还需要计划着 将来给亿万纪元中 一个个冒出的绝世天才 没有足够的天赋 是绝对不会得到 直接赐予的 得不到传承令 没一点机会 想办法突破最后一步 可那最后一点 却仿佛天欠阻碍着他 其实最后一步 也困扰着宇宙中 无数强者 很多锋芒巅峰 锋芒极限强者 都已经达到最后一步 可又有几个 能真正成为宇宙尊者 真眼 谢混沌城主 真眼王扑通一声 突然跪下 眼中满是激动 谢族群厚刺 真眼定当竭尽全力 透过此次传承 一举达到宇宙尊者之境 不辜负族群气态 哎呀真眼 你赶紧起来 高个儿子医师者 下雷跳 连忙去扶真眼王 族群竟赐我 受臣传承令 我真眼 真眼王激动无比 不是族群赐你的 是你弟子罗锋赠送给你的 高个儿子医师者 连忙道 真眼王一愣 你说 是你弟子罗锋 高个儿师者连忙道 我原本是在原始密境 侍奉混沌城主 这次是城主亲自命令 我等三个过来 将这个送给你 至于罗锋 他现在还在原始密境 在城主那里 他怎么会有寿神传承令 真眼王顿时 心中涌出诸多情绪 有激动有感动 也有疑惑和交集 暗道 我这徒儿 他也是修炼寿神之道的 凭借着寿神传承令 完全可以和族群 兑换另外一种寿神传承令 他自己去接受寿神传承 怎么会赠送给我 师徒关系再好 可宇宙中强者们 是会尽力提高自身实力 对自己不重要的 能奉送给老师 便已经是尊师了 真眼王 你受了一个好弟子呀 我等就不多留了 回去复命 高个子医师者 见真眼王要送 便道 不用送了 随即 三名子医师者离去 只留下真眼王 既是激动 又是满心不安 所谓礼物太终也烫手 拿着弟子送来的 寿神传承令 他也敢去烫手 虽然说是梦寐以求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